大波妹子球妹打野有多牛 不仅带上狗子在山林之中掏了竹鼠的老巢 甚至还将重达三斤多的极品竹鼠给拖出了鼠楼 最后不讲武德的干起了起锅烧油美滋滋的事 而且球妹打造出来的不列陷阱那是一个比个还要狠 就连这般不满数十把逐渐的地坑陷阱都搞不出来 最终一波流带走了极品豪猪 实现了豪猪肉自由 而且球妹还能利用黄泥土制作出荒野版的烤路 这手艺那是真的没得说 简直是绝了 不过独自荒野求生还是十分危险的 球妹就遇见了剑色奇异的歹人 实在是恐怖至极啊 上期球妹利用地坑陷阱 让一大窝的野猪明白了什么叫做社会的险容 不过坐视流一线的球妹并没有一网打尽 而是只抓了两只小野猪 并且给两只小野猪配置了超豪华的猪卷 准备驯化野猪 实现野猪肉自由 而且球妹三分地里面种植的蔬菜鞋已经长得很高了 看起来郁郁葱葱的一大片 甚至还有涮火锅的极品豌豆煎 可谓是十分的喜人 这段时间小野猪在球妹的照顾下也是越来越听话 为此 球妹每天一大早的就搞了不少的芭蕉树心 利用打野刀将它们切割成薄薄的厚片 为了让野猪吃起树心的口感更加幸运 球妹还把树片切成了碎末 最后再倒入到铁锅之中进行炖煮 同时还给野猪添加了不少的玉米面 这待遇之下 野猪想必想要反抗那也是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的 毕竟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就得抓住男人的胃口 这句话对于小野猪来说 那也是十分受用的 看看两只野猪吃的那叫一个嗨皮就知道了 不过话说小野猪这两只猪蹄不烫吗 喂好小野猪之后 球妹带上狗子便来到了山林之中 毕竟连日里都是吃素 球妹的意都快饿到死了 为此 接着球妹打算来到竹林附近 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山树 美美地吃上一顿 这片山林原来都是种植地 虽然现如今无人种植了 但是还是有着不少的物产的 这才没几分钟 球妹便收获到了几大猪的生姜 而一番挖掘下来 这怕是得有个二十多斤去了 几乎是将小贝勒都给装得满满当当了 本以为狗子是来打酱油的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比球妹先发现了竹鼠的洞穴 好家伙 这大概就是狗鼻子嗅觉灵敏的缘故吧 毕竟竹鼠洞口可是有着不少的鼠巴巴 看到竹鼠洞后的球妹可谓是干劲失足 当即拿起十字稿就对着竹鼠洞疯狂地开挖了起来 一边挖掘之际 时不时还停下来查看挖出来的泥土情况 以此来判断里面是否有竹鼠 而随着不断地开挖之下 但凡敢阻拦球妹脚步的竹子 都一一地和其他竹子实现了阴阳两个 毕竟阻拦球妹吃肉 那就等于自己主动找死了 随着球妹越挖越深 竹鼠的洞穴也是越发地明显了起来 根据球妹的经验 这般大小的竹鼠洞绝对算得上的大洞 里面的竹鼠估计至少也是一斤半的大家伙 在不断地挖掘之下 竹鼠洞口竟然有着泥土不断地堵着洞口 见此撞的球妹可是高兴得很 因为这就意味着竹鼠越来越近了 这些洞口的泥土是竹鼠推出来堵洞的 果不其然 在球妹清理出不少的泥土后 里面的竹鼠也慢慢地露出了身影 这个时候球妹倒是没有主动出击 而是呼唤着一旁玩泥巴的狗子 让狗子过来实战一番 毕竟这条狗子只有16分之1的碾山狗血统 打野方面的技能比起碾山狗来说 那是实不存一 如今大概也就只会这一招狗跑大 这看的球妹直呼狗子废了 这要是单独放出山去 估计狗子打野不成反要变成野兽的午餐 于是呼球妹便亲自出手 开始捕捉起了下方的极品大山鼠了 而当球妹将整只山鼠提出鼠洞之后 她也是没想到这只山鼠竟然如此的肥大 之前只是露出一个脑袋的情况下 本以为这只山鼠最大也就两斤左右 没想到这只山鼠的身子如此的肥胖 绝对是三斤以上的极品好货了 接下来球妹便找来了不少的柴火 直接燃起了篝火 并且利用大竹子烧起了开水 以方便给大竹鼠脱去羽绒服 脱毛的过程可是十分的不雅观 球妹生怕吓到大家 于是呼独自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最后的竹鼠就变成了这般肥嘟嘟的小可爱 好家伙 这要不是提前知道的话 还真以为这只竹鼠是一只小乳猪呢 毕竟球妹提前已经把竹鼠的丫头去掉了 竹鼠的丫头这个典故你们该不会没听说过吧 不得不说这只竹鼠的鼠肉实在是太棒了 看起来颜色红润无比 而且还是一只有肥肉的竹鼠 将竹鼠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肉块之后 球妹又将所有的鼠肉放到了竹筒之中 这么大的竹筒内 竹鼠几乎是装满了一大半的空间 实在是给力 当然光有肉还不行 球妹还搞了最为细嫩的芭蕉树心部分 也是弄成一段一段的 最后才放在了炭火之上进行烹煮 随着时间的流逝 竹鼠的肉香混合着竹子的清香 以及芭蕉树特有的香味 实在是太诱人了 好不容易等到鼠肉熟了之后 球妹便迫不及待地吃上了一块 当然 狗子虽然没有大功劳 但是能够陪伴在球妹身边 球妹自然也是不会怠慢了她的 这种竹鼠在我们这边的话 这么一整只的话 在饭店至少就得值个288去了 营养丰富且富含蛋白质 绝对算得上是极品的野味了 就这般的 一人一狗 一锅的芭蕉树心炖竹鼠 吃的那叫一个嗨皮 这般的野炊实在是太过瘾了 美食美景之下 唯唯无穷啊 昨吃到了极品竹鼠的球妹 那叫一个意犹未尽 毕竟大股妹子需要的蛋白质比较多 为此 今儿一大搞的 球妹又带上了狗子前来搜寻竹鼠 作为搜寻鼠洞的狗子依旧给力 又一次找到了一个鼠洞 不过干活的是那还是交给球妹来 先是对着洞口的泥土查看了一番 确定了这是有老鼠的洞口后 球妹直接找来了不少的枯树叶 将其塞进了洞口点燃 今儿球妹不打算挖洞了 挖洞的效率不高 她打算用烟熏的方法捕捉老鼠 随着球妹双手上下有节奏的煽动烟火 大量的浓烟便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了鼠洞之中 而这般的操作 球妹可是持续了十多分钟之久才结束 最后将残留的草木灰刨开之后 便拿上了木棍对着鼠洞一阵掏 感觉洞口处有些碍事之后 球妹还拿出了打野刀 好好地清理了一番 结果里面的老鼠差一点就跑了出来 还好没跑掉 接下来在球妹将鼠洞扩大了一圈之后 又拿出了树枝开始掏了起来 不过里面的老鼠虽然被烟熏得够呛 但却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 这让球妹怒火燃烧 直接上起了手 一把抓住老鼠的尾巴就将气给拉了出来 好家伙 不得不说球妹那真是个荒野狠人啊 直接看得狗子一愣一愣的 不过似乎这个鼠洞不是竹鼠洞 因为这只老鼠是山鼠 而不是竹鼠 不过对于球妹来说 这都是肉 在将山鼠装入到竹筒之中后 球妹又继续地摸索起了鼠洞 因为山鼠一般不会只有一只的 见到里面还有山鼠不出来之后 球妹又开启了烟熏的模式 甚至还找来了一些绿植 这些绿植燃烧之后的烟熏气味刺激性很强 就这般的烟熏了五六分钟之后 球妹这才撤去了火堆 开始摸索起来 不一会的功夫 还真被球妹给抓出来的一只山鼠 大家可千万不要学习球妹徒手上阵了 毕竟她可是打野高手 一般人这么来的话 指不定会被咬上一口 虽然两只山鼠不少了 但是个头却是远不如竹鼠 为了实现鼠肉管宝 球妹又寻到了一处鼠洞 开始摸索了起来 在一阵老方法操作之后 球妹再一次获取到了一只大山鼠 被烟熏之后 山鼠几乎是没有了什么占领 只得被球妹随意拿捏 然而令球妹没想到的是 在她装山鼠时 洞内的另外一只大山鼠 竟然直接冲了出来逃走 好家伙真是牛掰呀 而一旁的狗子竟然眼睁睁地 看着山鼠逃走 这让球妹表示十分的无语 那只竹鼠差不多了 接下来便是熟悉的燃起篝火 将三只山鼠一一地处理干净了 看看这三只山鼠 被球妹处理之后 看起来还是很有肉感的 昨儿吃的是炖竹鼠的情况下 今儿球妹打算换个口味 将山鼠夹在竹子上 再放在燃烧后的木炭炭火之上 利用炭火的热量进行慢慢地烘烤 这样的炭火烘烤 可以说是对于山鼠肉最大的尊重 随着时间的流逝 烤架上的山鼠肉 慢慢烤得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看起来极其的诱人 不得不说球妹在烤肉一道之上 那真是飞机上点灯 高明啊 看看这一只只的山鼠 看起来实在是太漂亮了 虽说狗子今儿没有出啥力 但是球妹还是让她吃到了不少的鼠肉 这让狗子那叫一个开心 而后球妹才自己开吃了起来 细嚼慢咽地品味着山鼠肉 这一顿吃的球妹那叫一个美滋滋 嘴角不时地流着泪水 实在是太过瘾了 吃完午餐之后 球妹回到家中拿上了装备后 又来到了山中 她准备在山中挖一些野货 拿到镇上去出手 为下一次荒野求生 准备一些钱换取物资 运气不错的球妹寻到了一株老山药 当即便从里面挖出来了不少的山药块 最后一连着挖了一个多小时 不得不说这株山药实在是太牛掰了 几乎是被球妹挖出了十几二十个根筋块 装在被篓之中后 差不多装了四分之三的空间 当然 挖的坑还得回天回去 因为山药可没挖完 日后还可以继续收获 回到家中之后 球妹又看了看菜园子中的蔬菜 所有的蔬菜都是长势极佳 球妹这边也是吃不完 为此球妹决定采集一部分的蔬菜拿去出手 于是乎先采集了最为密集的小白菜部分 接着又开始收获已经长出菜台的青菜 这部分再不收获的话就要老了 收集到的蔬菜还不能直接出售 还需要好好地整理一番 这样子才能卖得出一个好价钱 就这般的 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球妹可是整理出了不少的蔬菜出来 在过水清洗一番后 每一把的蔬菜便会种上不少 不要觉得则是尖伤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一是蔬菜不容易干 而是重量增加不少 菜市场上的菜都是这般的 不要惊讶 趁着晚餐前好卖菜 球妹快速地来到了菜市场 租了个零食摊位后 便将所有的蔬菜和山药 一一地摆放在了摊位之上 翠绿的蔬菜以及野生的山药 可是十分喜忍 不少买菜的大妈健壮 立马便寻价购买起来 尤其是在听说山药是野生的之后 买的人那就更多了 这也让球妹的菜 开始快速地减少了起来 那么球妹卖了不少的钱后 接下来将会开启 怎样的荒野求生吗 本期 球妹新一轮野外生存庇护 所选在了一处崖洞下方 这样的位置不仅能够遮风挡雨 而且背靠大山 还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将地面清理出 一整块的平整的场地之后 球妹还利用干枯的竹子 给自己打造了一张舒适的竹床 这样的竹床 能够有效地隔绝地面的湿气 至于雾面部分 由于球妹这一次带来了防雨布 为此只需利用竹子 制作出一个支撑骨架 接着再将防雨布套上去 最后再在外面 加上一圈竹子固定即可 不过为了更加的安全 球妹还在迷彩色的雾面上 布置了不少的枯树枝作为伪装 甚至就连门洞部分 也是搞了竹门搭配枯树枝 实在是细节啊 选择这里当作庇护所 还有一个好处 那边是在不远处 就有一处山泉水 足够球妹的日常所需 初来乍到的球妹 自然是带上了最开始两天的食物 毕竟一开局时 她是没有时间先去寻找食物的 这一次球妹带来的食物 可是很给力 据说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看起来虽然很像奥利给 但是烤熟之后 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切割开来可以看到 里面主要是糯米和猪肉 以及猪血 有点像糯米猪血肠的感觉 吃的球妹那叫一个花枝烂颤 好不惬意 美美地吃上一餐之后 伴随着夕阳的余晖 球妹便舒服地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日 手拿弓弩的球妹开启了寻山模式 毕竟剩下的食物并不多了 也就能维持个一天左右 后续的日子 势必是要解决吃饭问题的 在搜寻的过程之中 球妹可是发现了 大型野物活动的痕迹 主要是野物的变变 这对于球妹来说可是好消息 毕竟只有捕捉到大型野物 才有足够的蛋白质让球妹补充 为此 球妹选择了一处适合布置陷阱的位置 清理之后拿上了二板厨 对着地面开挖了起来 看样子球妹准备在地面上挖出一个大坑 毕竟之前她就用过大坑打野 至于是要直接送走野物 还是说球妹打算要抓活的野物 那就要看坑洞的深度了 不过这个土坑的深度比较一般 外加球妹又砍来了不少的大竹子 而且还将这些竹子切割成了一条条的竹条 再将这些竹条全部都一一地削剑了脑袋 想必球妹这是准备布置一个必杀陷阱吧 而随着球妹先是利用尖锐的木棍 在地面之上敲击处一个个的孔洞后 接着将一根根尖锐的竹剑倒立着放入到孔洞之中时 这般的竹剑必杀陷阱那是必然的了 毕竟一共有着二十根的竹剑 但凡是野物掉进去的话 恐怕那就是九死一生了 完事后的球妹又寻来了不少的软树枝铺设在地坑之上 接着再利用芭蕉叶进行掩盖陷阱 最后再在芭蕉叶子上铺设上一层枯树叶 作为最后的掩盖层 另外 球妹还在陷阱上方搞了一个竹子十字架挂着 以此来避免来人不小心踩到陷阱 完事后的球妹那是直接出了一身大汗 将外衣脱掉之后 球妹便开始准备今儿的餐食了 砍了两根竹筒 装上大米和山泉水后 便放在了火堆之上烤了起来 今儿的餐食是两节竹筒饭的节奏啊 待到竹筒饭快要熟的时候 球妹还利用铁锅给唯一的一锅罐头夹起了热 利用打野刀将竹筒饭的竹筒一一地劈开之后 里面洁白的大米饭实在是太香了 再搭配上一罐红烧肉罐头 我滴得乖乖 诱人啊 简直是太诱人了 毕竟能够在荒野吃上白米饭就很难了 这还有红烧肉 当然 打造陷阱可是消耗了球妹不少的力气 竹筒饭搭配红烧肉那绝对是既营养又好吃 能够让球妹快速地恢复体能 也能让球妹吃得那叫一个美滋滋 好好的休息了一天之后 第二日一大早 球妹便背上了弓弩 准备前往地坑陷阱处查看 之所以带上弓弩 主要还是怕遇见狗熊一类的野兽 在这山林之中那可是要命的 来到陷阱处后 球妹惊喜地发现陷阱之上多出来了一个洞 这必然是有猎物中招了 于是乎球妹拿上打野刀 小心翼翼地将陷阱上的树叶刨到一边去 很快的 球妹便见到了一些黑白之色的毛发 而且这毛发似乎还在动 好家伙 没想到这似乎还是一只豪猪 更没想到的是这只豪猪竟然避开了这么多的竹节 实现了九死一生的生 命是真的大呀 见此状的球妹也不着急了 毕竟豪猪这回可是跑不了 来到一边之后 将周围阻碍她的树枝给一一地砍掉后 又砍来了一根两米长竹竿 接着便拿着竹竿开始查探起了下方的豪猪来 毕竟豪猪身上的尖刺太多了 直接上手的话那是纯纯地找对手 不过竹竿似乎也是很难奈何这只豪猪 除非直接将其送走 但是球妹目前还不打算宰了她 好在作为号称是 AKA荒野小工具技术流打野第一人的球妹 岂是浪得虚名的 自然是能够想到招数对付豪猪 那便是在竹竿上绑上一根带有活套的绳套 接着小心翼翼地将绳套挂在豪猪的脖子之上 最后再拉紧绳套 便可以将下方的豪猪滴流出来 不得不说 球妹在打野一道之上 那真是三套四外扔两套 还是有一套啊 就这般的 这只个头在十多斤的豪猪便被球妹给抓回了庇护所 随后的球妹又在附近的山林之中 找来了两根干枯的大竹子 并且利用锯子对着竹子锯了起来 这酷呲酷呲的声音 着实是将一旁的豪猪吓得瑟瑟发动 毕竟豪猪也不知道身后的这个大伯妹子 是不是也要用锯子给她上行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球妹竟然利用两根圆竹作为主体 并利用大量的竹条将两根圆竹连接在了一起 看竹条的距离也不像是梯子 不过随后球妹来到了自己庇护所一侧的山洞妹 里面有一处凹洞 这一道竹山兰正好可以将这里封起来 顶呱呱我直接顶呱呱 球妹这是打造了一个豪猪的猪圈了 果不其然 随后没多久 球妹便将豪猪给抓了过来 放进到了猪圈之中 接着用竹山兰将这根洞口给封了起来 这下是彻底是把豪猪给搞猛了 完全看不出来球妹的意图在哪里 更猛的是 球妹接下来还搞了不少的棕鱼树心 将其切割成一段一段的头放给了豪猪 这下豪猪更猛了 毕竟在人类当中有着断头饭的传说 这该不会是球妹准备给她的断头饭吧 当然 球妹哪里会知道豪猪的猪言猪语啊 而是在一旁利用剩余的枯竹 打造了一个竹架子 第二天的时候 球妹将吃饱了的豪猪拖了出来 左打造的那个竹架子便是宰杀豪猪的刑场 果然 棕鱼树心是断头饭了 转眼间一个多小时后 豪猪便便成了眼前的这一大堆的豪猪肉 球妹则是在利用打野刀开始切割着豪猪肉 将其改刀改小 以便于后续地处理 不得不说 认真干活的女人是真的漂亮 将所有的豪猪肉一一地切割成 巴掌般大小的块状物之后 球妹又利用竹灭将它们单独地串了起来 山林之中气候炎热不说 而且湿气极大 还有着不少的蚊虫 因此 想要在较长的时间里保存好这些豪猪肉 那就必须将它们进行特殊的处理 而采用烟熏的方法 将一块块的豪猪肉挂在火堆上方的熏肉架上 采用炭火熏烤豪猪肉 那绝对是处理豪猪肉的最佳方法之一 当然 球妹还留了不少的瘦肉下来 将它们一一地串在了长竹竿之上 准备搞上两大串的烤肉 作为自己今儿的吃食 毕竟人是铁 饭是刚 一顿不吃心慌慌啊 搞不好饿上的两天的话 一都得缩水到壁去了 伴随着木炭散发出来的热量 火堆上方的三串豪猪肉 也是越发地漂亮了起来 色泽金黄 肉香四溢 看着就是无比的诱人 不过球妹倒是没有着急 而是细心地等待着烤肉 烤到最佳的成熟度时 这才拿起碳烤豪猪肉来 细嚼难艳地品尝了起来 极致的美味之下 球妹吃的那叫一个花枝烂颤 最终三大串的烤肉无意存活 全都被球妹给消灭了 不得不说 大波美女的食量那真是不小啊 饭后 球妹稍微地翻了翻熏烤的豪猪肉后 便来到了庇护所 美美地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日醒来 球妹的第一件事 便是拿来了一块熏豪猪肉 将其串在了竹签之上 放入到了炭火之中烤了起来 这是她今儿的早饭 自然是容不得一丝的马虎 而趁着烤肉的功夫 球妹又拿来了竹子 将其砍成了不少的竹条 由于此时的她手中 有着大量的豪猪尾部尖刺 为此球妹便利用这些尖刺 给自己的弓弩箭矢做起了改造 看看这些改造后的箭矢 实在是恐怖如斯啊 箭矢改造完毕之后 球妹也开启了她的早餐时刻 将烤的焦黄的豪猪肉 一片一片地切割下来 再细细地品味起来 这样的生活那才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饱餐之后 球妹拿上了弓弩和箭矢 找了一棵芭蕉树 在树生七八米远的地方练习了起来 经常在野外求生 这基础的防身和打野技能 那是必须要熟练掌握的 技能方面球妹自然没问题 这一次 她主要是想看看豪猪尖刺的威力 看到芭蕉树直接被贯穿之后 球妹自然是很满意的 随即球妹拿上弓弩在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 看看有没有不长眼的野物出现 令她没想到的是 还真有一只不开眼的野鸡在附近 于是乎 球妹从发现野鸡 到弓弩上箭矢 再到瞄准 最后射击 整个过程可谓是一气呵成 结果自然也就不意外了 球妹熊啾啾气昂昂地提着一只一斤多的野鸡归来了 归来之后 由于天气太过炎热 球妹可谓是一身汗水 加之也好些天没洗澡了 为此 她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洗澡的平台 还将山泉水给引了过来 美美地洗了个澡 画面我就替大家看了 完事后的球妹 这才烧了一壶热水 提着野鸡去做起了拔毛的火 野鸡最终变成了一只七八两的无毛鸡 被球妹夹在了竹子上 再放在了火堆上烤了起来 豪猪肉还没吃完 又来了烤鸡 不得不说球妹这日子过的 那就跟度假似的 实在是太爽了 野鸡的个头虽然不大 但是外皮可以说是烤得又香又脆 吃起来咔吱咔吱的 而鸡肉部分则是细腻又紧实 味道极其的哇塞 吃的球妹那叫一个爽歪歪啊 当然 熏好猪肉自然也是需要不时地检查一番 这段时间只需要小火慢慢熏着就好 这段时间 这些熏肉便成为了球妹的主要食材 烤肉吃腻了的话 就直接搞上一块用来炖煮 而且球妹还搞了不少的芭蕉树芯当做蔬菜 和猪肉一起煮 花样可是不少 看看这橙色 不得不说 球妹在烹饪一道之上还是很有天赋的 就像她的身材一般 天赋满满啊 有了食物的存在 悠闲的日子里 球妹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新的尝试 比如说利用干枯的香木 将其敲击成细细的粉末后 再裹上一些特殊的植物 捏成这般的圆锥体 最后再将其倒立在火堆旁熏烤着 球妹打造的这玩意可不是火折子或者温香 而是一种檀香 因为完事之后 球妹还利用黄泥和贝壳的壳子 制作了一个三叠的小假衫 带植物的那种 将烤干的檀香放在顶部的竹筒之上 然后再点燃 接着檀香的白烟便会沿着竹筒向下蔓延到第一个贝壳内 之后第一个贝壳内的烟雾慢慢淤积起来 直到满了后就会继续向着下方的个贝壳流去 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意境 真是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在野外制作出来的 球妹这一手那是真的牛掰 不服不行啊 然而这样安静又惬意的日子很快的就不复存在了 因为几天之后 戴草帽的男子 这家伙最先说自己是采药人 看起来也不坏 于是乎球妹便放心地和他聊天了 不过当男人知道球妹是一个人荒野求生时 便暴露出了龌龊的心 竟然拿出了猎枪药舞扬威起来 之后还对着球妹动手动脚 可惜的是男人高估了自己 放下猎枪的他当即就被球妹打倒在地 痛苦地哀嚎了起来 其实他算是倒霉了 遇到了女狠人 不过为了避免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球妹还是拿了对方的武器后 戴上包裹结束了这次荒野之旅 至于下一次荒野之旅 那就得看球妹对于这次的经历有什么想法 知道球妹的遭遇后 她的小姐妹波妹打算今儿来看她 一大早的球妹就起来了 准备处理完日常事物 然后做好准备欢迎波妹的到来 然而当她来到鸭池时 竟然发现了池塘内有着一根大辣条 好家伙 大辣条趁虚而入 这是想要吃上一只嘎嘎嘎的节奏啊 还好球妹发现得早 才没有让大辣条得逞 寻来一根竹竿的塔 小心翼翼地挑着大辣条 寻得机会的球妹先是抓住了大辣条的尾巴 接着再用竹竿挑着辣条的上半身 历经一番苦战之后 最终球妹不负众望 当场就将大辣条给挑出了池塘 直接将其挑在了外面的草坪上 不得不说 这辣条是真的好大好白啊 胆肥的球妹接下来的操作更是牛掰 竟然直接抓着辣条就向着远处的山林走去 最终找了一处地方将辣条给放了下来 愣是看得一旁的狗子猛圈了 友谊说一 这根辣条的运气是真的好 要不是球妹的小姐妹拨妹不吃辣条的话 这根辣条怕是旧药 不如球妹打造金字塔庇护所那一期的食材厚尘了 处理完辣条之后 球妹就在一旁的草地内 着手准备欢迎拨妹的好东西 先是将多余的杂草一一地去除之后 球妹又砍来了一根大竹子 并且利用锯子将其锯断 之后再一劈开 劈成了宽大的竹片 这些竹片是球妹打造烤炉基础框架的主要材料 利用它们便可以打造出框架的墙面部分 在将框架的连接部位一一地绑扎牢固之后 球妹又在附近寻来了大量的泥土 随后将这些黄泥土全部倒入到了框架之中 直到将框架内的空间彻底填满后 还需要利用木棒锤使劲地将泥土给夯实才行 就这般的 不多时候 一个泥土平台便建设完毕了 而后球妹又搞了不少的黄泥土 在一旁用水混合后 再利用板厨进行搅拌 上下翻滚之下 下方的泥土很快地便被球妹给搅拌均匀了 随即球妹拿来了一块圆形钢板 将其铺设在了土台之上 接着再用一个半球形的钢筋龙扣在了土台之上的钢板上 钢板与半球形的钢筋龙中间的空间 便是烤炉的炉枪了 至于炉壁部分吗 那也是难不倒球妹的 先是利用岩石沿着钢筋龙铺设上去 接着再用粘稠的黄泥土将岩石的缝隙以及外里面彻底地覆盖好即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烤炉的前端必须留出足够大的炉口才行 在炉顶部位的制作时 还需采用两根竹子插入 这样的话既好看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排出烟气 可谓是一举两得 最后再采用一块与炉口大小一致的木板当作炉门即可 就这般的 球妹花费近乎三个小时的时间 总算是彻底地完成了烤炉的建设 不过为了让烤炉能够快速地投入到后续的使用当中来 球妹还拿来了不少的木材 直接放入到烤炉之中烧了起来 以便与烤炉的黄泥土壁能够快速地脱水 看看这燃烧效果 再看看这烟气的排放效果 有一说一 球妹在烤炉的建设上 那真是小母牛上蒸笼 真牛掰啊 烤炉建设完毕之后 此时一只生长了两年半的鸡便到了美 围观烤炉的它 当即就被球妹直接带走了 转眼间便成为了一只无毛鸡 球妹还给这只无毛鸡做了一场为七五分钟的金牛锁 而且还是加盐又加辣 好好地腌制了一番 最后便将腌制好的整鸡连带着铁盘 放入到了只剩下小部分木炭的烤炉之中 40分钟之后 球妹隔着烤炉都闻到了烤鸡的香味 而她的小姐妹波妹也正好赶来了 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波妹正好看到球妹烤的烤鸡出炉 闻到最为诱人的香味啊 激动的波妹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烤炉 好奇心满满的她还特意地看了看炉枪内的模样 接下来才和球妹来到了草地 准备开吃 这只烤鸡被球妹烤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外表看起来焦黄焦黄的 特有食欲 但是里面的鸡肉部分则是汁水四溢 一看就是鲜嫩无比 接过球妹递来的鸡腿的波妹 立马就迫不及待地开吃了起来 感受到美食在口腔中迸发出来的滋味 波妹笑得那叫一个花枝烂颤 而两人则是一边吃 一边谈论了球妹荒野求生遇到歹人的遭遇 波妹也是好好地安慰了球妹一番 真是姐妹情深啊 经过小姐妹的安慰 不到一周的时间后 球妹又开启了新的野外生存 不过这一次 她听取了波妹的建议 带上了一条土狗 毕竟众所周知 土狗可是最护主的狗子之一了 荒野求生的基本四要素是饮用水 食物 庇护所 以及基本安全 水的话 这里的水资源很好 完全不是问题 食物的话 这一次球妹带来的食物可是足够多 而且还很牛掰 一会就能看到 基本安全的话 刀具外加狗子 目前来说还是足够了的 因此接下来的时间 球妹便是要打造好庇护所 这可是球妹的当务之急 对于荒野求生老炮的她来说 打造庇护所并不是什么难事 唯一的难处便是 球妹每一次打造的庇护所都和以前的不同 她说这是她的个人特色 像这一次 球妹的污面部分便是采用了敲碎的竹子进行铺设的 最后还在竹片之上铺设了一层的芭蕉树叶 芭蕉树叶可是挡羽的好材料 能够将竹片间的缝隙漏洞给填补掉 不过芭蕉树叶有个弊端 那便是耐用性不佳 为此 在铺设上两层芭蕉叶后 球妹又增设了一层竹片提高耐操度 并且利用竹竿将其固定牢固 至于庇护所的墙面部分 球妹则是直接打造了几张绿白相间的竹席子充当了墙面 整个房屋的侧面部分便是眼前的这般模样 绝对是荒野独一份的存在 前墙面部分和门洞目前还未处理 主要是为了方便在里面布置好竹床 利用两层竹子铺设竹床 可以有效地隔绝地面的士气 避免的风湿病 最后再利用细竹子竖着铺设墙面 横向铺设隔出门洞和窗户洞口 球妹的荒野庇护所便基本上完成了 为了美观以及生活便捷 球妹还将门口的地面铺设了一层黄泥土 用来烹饪食材 说到食材 那就不得不提球妹这一次准备的极品好货 因为这竟然是一整条的野猪前腿 而且还是带有排骨的部位 这一块前腿估计得有个15-6斤之重 即便是去除皮毛部分 剩下10斤肉那绝对是有的 可这应该是球妹荒野求生带来过最多的食物 可能是上一次遭遇到胆人 这一次球妹才会带上这么多的食物吧 毕竟搜寻食物时可以不用去太远的地方 球妹先是将野猪肉的皮毛部分去掉 接着又将排骨部分给分割下来 随后才是搞了几块野猪肉切割开来 再加上细盐和胡椒粉等进行腌制 而排骨部分同样是进行了这般的处理 毕竟有了食盐的话 排骨部分不仅味道会更好 而且熏烤后保存的时间也会更长 想要熏烤猪排骨 那就必须做出一个烤架才行 利用四根竹子作为支撑 再在上面架起竹梁后 铺设上七八根竹棍便可作为烤架 将猪排骨放置上去后 下方的炭火便能够慢慢地熏烤上方的猪排骨 让其缓缓脱水成熟 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条件都应该做到荤素搭配 这是球妹的饮食观 为此 这一次她还带来了不少的土豆和红椒等等的蔬菜 不过对于狗子来说 她的眼中只有肉 接下来便是球妹的烹饪时间 起锅烧空气 烧油炸土豆 起锅烧油煎猪肉 一时间周围充满着美食的香味 直接令球妹身旁的狗子流起了哈喇子 毕竟这般煎得香飘四溢的猪排肉实在是太诱人了 更别提狗子了 最终球妹直接搞了两大块的煎猪排 以及半盘的炸土豆条作为搭配 当然灵魂酱汁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看看这煎猪排切开以后 实在是太漂亮了 球妹美美地吃上了第一块后 还不忘也给狗子一同分享起来 一人一狗吃得好不惬意 就这般的一人一狗一风景 一狗一人一式风景 这才是生活该有的舒适 随着夕阳西下 夜幕也开始慢慢地遮拢而来 烤架上的熏肉还在小火之上慢慢烤着 而忙碌了一天的球妹在狗子的守卫下 早已进入了梦想 直到次日早上 球妹起来检查了下熏肉 给火堆添加了一些柴火 简单地吃了点早餐之后 便带上了狗子在附近的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 今儿的他可不是要搜寻猎物 而是砍来了不少的木材 并且将木材线按照一定的尺寸 切割成计划好长短的木棍 再在木棍的端头部分开出一半的凹槽 球妹这是要给自己添置一些家具 利用凹槽的搭接 再加上钉子的连接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在球妹一阵悄悄打打之下 这些木材便形成了一个桌子的主体木框架 不过木框架部分虽然完事了 但是桌子的制作还没完 因为还缺少桌面 至于桌面部分 利用竹子来打造的话 那可以说是最为快捷和有效的 只需将细竹子切割成长短一致的竹管 接着再整齐滑衣的铺设上去 并且利用钉子固定在木框架之上即可 就这般的不一会的功夫 球妹便完成了荒野小方桌的打造 球妹还坐在一旁体验了一下 搞上点水果吃吃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桌上有着水果 烤架上的烤猪排骨也是烤得极其的哇塞 那么难道球妹的这一次荒野求生 就是换个地方建个房子吃饭吗 那自然是不会就这么简单的 没有打野的荒野求生 那只能叫做野外不家家 接下来球妹不仅是直接打造起了弓箭 而且又对着竹林附近的竹鼠下起了手 又干起了抄家灭族的狠活 甚至还有搞出来的新型的竹箭打野神器 成功地收获到极品野味 看看这大妖子就知道 这猎物是真的很给力 再看看这大烤肉 那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顶呱呱呀顶呱呱